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两个懂料理的人 因为想把高档食材变得普及化 这个念头让他们在新北市 成立一间专做微波食品的食品厂 靠着快速方便的调理酱料包 一年卖出上千万元的好成绩 像可口的番茄肉酱 就是许多连锁咖啡店 或是减餐店卖的意大利面 主要的美味来源 老板张德、郑月红夫妇俩 曾出版过餐饮科教科书 太太还担任过职校的餐饮科主任 一开始踏入食材贸易领域 却负债超过三千万 后来靠着两个人的料理技术 在料理包市场闯出了一片甜 大锅里熬煮的番茄肉酱 是许多连锁咖啡店 或是减餐店卖的意大利面 最主要的美味来源 我们首先光是培根的爆香 就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是主要在提味 那第二个 当然我们会放入大量的 蒜头、洋葱之类的 这一些爆香料 那最主轴的是 它要有大量的番茄粒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用新鲜的番茄去做 不 我们用进口的番茄粒 因为这样的品种 才是一个比较红 比较甜的一个味道 而且可以保持一年四季 它的口感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西餐大概最主要的 就是红酱跟白酱 那红酱是所有酱的一个酱 红色酱的一个酱底 所以只要为特几分钟 无论红酱或是白酱 意大利面就能轻松上桌 而且不止意大利面 需要焗烤的千层面 同样也很方便 我们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因为它从面皮的制造 到熬酱底 而且它其实涵盖了两种酱 它有四层面皮 那四层面皮 它的煮的火候都要是一致的 再加上有三层的 这个意大利肉酱 最后一层是奶酱 它是一个繁复的东西 一层一层涂抹酱料 在覆盖面皮 都是手工而不是机械 就只是为了让吃尽的每一口 有大块肉末的口感 也有大片蘑菇的口感 我们早先是从这个国外 进口这个千层面 它们为了要机器化 它们的输送管子 就会把这个酱料 做得非常的细 里面并没有肉的颗粒感 或者是蔬菜的这个口感 所以我们后来才会成立工厂 来做这个千层面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全层机器化 你就会损失一部分的口感 关于料理 郑月红和丈夫张德 在台湾绝对是翘楚 因为两人不仅出版过餐饮教科书 郑月红也当过直校的餐饮科主任 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很重要一个 就像我常跟朋友聊天的 这是一个去学习人家的生活历史文化 不是去学一个技艺 所以有时候回来的时候 人家他问我说你去做法律菜 我说没有 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学过法律菜 我只是到美国去学 每个人吃的煮的是什么东西而已 然后我希望我回来做的时候 你带给台湾的人这样的味道 就这么简单 两个懂料理的人 因缘继绘投资食材贸易公司 主要是进口香料 鹅干酱 鱼子酱等食材 可没想到这个投资 却让两人一细剑背下 超过三千万的债务 没有请会计师进来 这个盘免财产 那等到接到LC的时候 也不知道要去怎么样处理 只好去借钱把这些LC付了 那我的负债就很高 三千七百万 可能我想也有一份 除了傻也有一份傲气跟自负 就是我觉得凭我的能力 我一定可以把这一些事业 重复转正 后来我就一然而然地辞去教职 庞大的债务压得正月红喘不过气 爸爸是殖民的红土花生商人 见女儿债务是真担心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我爸爸他也负债很多次 三次 然后呢 我们父女真是一对宝 他也负债三千七百万 结果他没有宣告破产 但他要你宣告破产 是 希望你先生要走赔他一样 因为很辛苦 我在那个时候 一个月要二十万的利息 我必须先缴 这二十万的利息 我才赚进来的钱 才够家用 才够付员工的薪水 妈 事实证明 我可以做得到 没有这个压力 我可能永远不知道 原来我是可以坚强的 父女俩的心性是最像的 爸爸当初担心正月红 所以老刀念着要他回家 帮忙花生事业 可正月红一心只想证明自己 他不想踏入农业 没想到现在去做农产品加工业 那我们在采购凤梨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先挑选 调啊 这个敲起来 会有像柱子一样的声音的 这个含水量低 这一个烘起来就会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是 还是调啊 但是呢 它的熟度比较熟了 它的甜度相对也比较甜 那有一些人就会说 我挑的凤梨有多甜 但这不是我们 这个公司的选择要件 反而我们是挑选 比较不甜的 因为比较不甜 它比较相对酸 那它烘出来呢 酸甜啊酸甜 这才是我们要的 做果干 郑月红红的凤梨干要微酸 不能只有钱 一如他和丈夫张德的人生 不会永远低潮 为了挽救事业 两夫妻先舍弃鱼子酱等 高价食品的买卖 只留下胡椒等香料产品 接着再靠着两人的料理技术 应用到巧理包里头 企图找到新生机 其实你要做进口贸易 你其实要对这个外地的高低 很敏感 那这些对我来讲 不是我的强项 而加工 调理 这个才是我的强项 那也是我先生的强项 那我后来评估了一下 我觉得台湾越来越多人进口 这一些东西 那可是我们两个人的技术 乖乖地去做一个加工厂 应该是有利可图的 于是郑月红开着车子 跑遍全台湾 只为证明微波食品 是一个有80分的产品 只要有了这个基底 餐厅只烧再花一点钱 就能做出90分的餐点 更重要的是 不再被人员流动所影响 我就必须要帮他算 你一个厨师多少薪水 他大概一个月 可以做多少菜 所以他附加在这一个菜里面 他的人事成本是多少 还有就是厨师 他是可以离职的 那尤其有很多的老板 共同的害怕 在那个年代是 可以一夜之间 所有的厨师跑光了 你必须要看厨师的脸色 然后每一个厨师的薪水 又很高 那我们就必须要开始去 拍一些照片 告诉他 你怎么样做 你其实就可以很简单地完成 整个条理的工作 防人算财务支出 算人员管理 但最主要的 还是料理本身的美味程度 比如说我们像煮 我要炒一些青菜好了 有些青菜 在现实的环境里 你可能需要把它炒到全熟 可是我们这个东西 要经过冷却 要经过冷冻 要经过厚煞 还要再经过解冻 那你怎么样保持 它的应该有的 最起码有的口感 颜色 温度 味道 所以说它是 就像我讲的 以前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我是做烹饪 可是我一旦到工厂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东西 叫做食品工程 让高档食材变得普及化 让原食材只要简单加工 就能变得可口 我想起一开始联络时 郑月红总说他们夫妻 像极金庸笔下的 鸡毛失望与灭绝失态 的确 每次只要和张德提问 他像极餐饮业的霸王 又有那几年当老师的习惯 带点霸气的 导正关于餐饮知识 可我问张德 他却说 他这一生 向往的是红旗公 我喜欢红旗公 我很喜欢红旗公 对 虽然那些菜都是假的 我觉得啦 好不好 可是我要吃吃喝喝 你知道玩乐一生 我希望我能够做到那一点 你们感觉起来是很严厉 可是我觉得 我很享受在其中 我不觉得那个是 我只是表情不好看 可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我说很快乐 然后我看到他们有一件事情 没做得好 然后我让他们做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快乐 两个料理名师 一起在料理的武林世界里 用手里的各项刀具 一刀一划地 合出自己在食品界的地位 两人研发的料理 则是大家品尝时的 那不是绝学的江湖传说 看到这里 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春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